第七课 今天和历史几乎一样 课文一 你为什么想学历史呢? 因为我觉得今天和历史几乎是一样的 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懂得今天 你这么说我不太明白 现在比过去发达多了 你怎么说和过去一样呢? 今天虽然比过去发达 但是人和人的关系几乎和过去一样 所以懂得了历史不就是懂得了今天吗? 我对历史了解的比较少 已经被你说糊涂了 以后我慢慢跟你学习吧 你为什么想学历史呢? 因为我觉得今天和历史几乎是一样的 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懂得今天 你这么说我不太明白 现在比过去发达多了 你怎么说和过去一样呢? 今天虽然比过去发达 但是人和人的关系几乎和过去一样 所以懂得了历史不就是懂得了今天吗? 我对历史了解的比较少 已经被你说糊涂了 以后我慢慢跟你学习吧 第七课 课为一 发达 意思是 developed 例如 发达国家 发达的社会 经济发达 被 object object plus subject plus verb phrase 刮 刮开 风 刮开了门 门 被风 刮开了 吃 吃完 孩子 吃完了米饭 米饭 被孩子 吃完了 一样 A和B 一样 is a type of comparative sentence 一样 is used to indicate the result of the comparison the negative sentence uses 不一样 A和B 一样 昨天下雪 今天 也下雪 今天 和昨天 一样 昨天 三十五度 今天 三十五度 今天 和昨天 一样 热 哥哥 一米八 弟弟 也是一米八 哥哥和弟弟 水高 哥哥和弟弟 一样 高 只有 财 只有财 is used to indicate a relation based on a unique condition where in a is unique condition needed for b to be achieved 只有 努力学习 才能取得 好成绩 只有了解历史 才懂得 今天 只有 多和中国人 交流 才能提高 汉语 口语水平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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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说汉语 过去一年 我去过很多地方 过去 现在 和未来 几乎 我们班 有十个人 只有一个男生 几乎 都是女生 放假了 学校里 几乎 没有人了 明白 我明白了 听明白了吗 弄明白 这个问题 很有趣 哦 明天 刻意 记住 我 忘记 了 我 因为我觉得今天和历史几乎是一样的 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懂得今天 今天虽然比过去发达 但是人和人的关系几乎和过去一样 所以懂得了历史不就是懂得了今天吗 你为什么想学历史呢 你这么说我不太明白 现在比过去发达多了 你怎么说和过去一样呢 我对历史了解的比较少 已经被你说糊涂了 以后我慢慢跟你学习吧 大卫想在中国学历史 他认为学习历史对了解今天是很有帮助的 虽然现在比过去发达 但是我们只有看清楚历史 才能知道今天应该怎么做 因为今天 人和人的关系几乎和过去一样 我来讲一下 我来讲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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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达